我们谈谈美团 这个是Mac 他说200元有一手 他说现在应该交货 还是输小档赢呢 美团我自己会觉得 他已经尽了一切能力向上弹 OK 而也都比较意外地 他近期的反弹力度 ATMSJN里面是最强悍的那一款 因为强悍的definition是什么 很简单 这个我们最现实的 由最低位计反弹的就知道 对不对 那你说其实ATMSJN 你必有一只以石油最低位的角度 是弹超过50% 只有他 你假装这样说 他这只差不多最顶峰那一刻弹70% 因为他最低103元 我当他是100元 那这100元弹到170元 就弹70% OK 他甚至比一些的 近期的科技股 美国科技股的反弹力还要强很多 但是我会觉得 其实都尽了他自己的能力得来 随着都弹了那么多 那么Fair Asian 其实来说又变了不便宜了 这个OK 因为在整体来说 只要他在175元流上的时候 其实他的市值又过了万亿了 这个 那你知道现在我们香港的科技股 是可以去到一万亿 已经是聊聊可数了 那阿里巴巴呢 更加沦落到 是大概一万 一万五 或者可能一万六七亿市值左右而已 那其实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就是你怎样美团升都好 在短浪 没有理由这么夸张 是可以超越阿里巴巴的市值的 就是大家的公司的体量 或者盈利的级数 其实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体量级数 对不对 那变成就是说 其实这个这样的对比法之后 其实你觉得理论上 美团是会限制了 去所谓进一步无量大海去上升幅的 那变成就是说 其实我幻想 如果我是200元有货的话 我弹到170或180 我是极大机会丢掉它 因为其实你 其实用这个200元 相对是170 我当分到175 其实你是输10x个百分比 那其实你输10几个百分比 你去换下去 其实一些重商的美国股份 或者一些优秀的股份那里 其实你是要拿回这10几个百分比 我觉得真心一点都不难 所以我觉得是不应该加注 如果它有得是push up 了上去的话 其实你是应该趁早 是立场会好一点 嗯 好啊